白天我们在河的对岸逛了一圈 然后晚上这边的俄罗斯朋友 他们的合伙人在这有一个非常不错的酒吧 啤酒屋生意非常火爆 然后晚上我们在这一块吃的饭 这个啤酒屋基本上是满座的 外面的环境相对安静一点 没有那么吵的音乐 屋子里面音乐比较吵了一些 生意确实不错 它的烤肉味道不错 今天一边的美女不胜了 四个人喝了两瓶福特加 然后一人两杯啤酒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钟 快十二点了 酒吧一会打烊 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在 happy 餐厅打烊了 餐厅装修什么的都不错 然后各方面都还可以 酒他们是自酿的啤酒 半夜快一点了 还是有很多人在逛 刚才当地的朋友说冬天的时候下雪下得非常厚的时候 就是从前面那有一个山坡 就是那个树那个地方 会积很厚的雪 然后整个这一片全是雪 然后对面对面这个河这线看不清 这个河上面会结冰 然后可以从这个山坡上面一直滑雪滑到这个冰上 现在就是看不太清楚 然后对面的对面这个房子呢 是一个马厩 这些哥们在讨论苹果跟小米谁更好 这是这个普斯科夫州的两行的一个机构 现在是凌晨1点 天边一新基本上开始亮了 下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看到激州了 凌晨1点 凌晨1点 无名湖 扑斯科夫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就是到处都是这种防御公式 现在是 curric的 課程北建筑 这种交易 老的儿童乐园 城墙这一部分风化的比较严重 涂鸦 没办法 没办法